各位环球的藏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维华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刺激鉴定 那么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从这一件所谓的雍正时期的法郎彩花鸟纹壶 来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所谓的 一定要警惕所谓的欧洲回流的现代工艺品 那么我在以前的视频当中呢 也跟大家提到过 现在的一些瓷器的商人呢也好 或者说是一些这个 其他的所谓的瓷器收藏爱好者 把国内的一些现代工艺品呢 当作宝贝弄到了海外 然后呢又从海外再带回来 所谓就成为回流的瓷器 但是呢不管怎么样 大家还是要从我跟大家介绍的辨别瓷器真伪的五个大的主要方面去进行 我们看这一件号称是雍正时期的法郎彩的这个壶 他问题出在哪里 首先流不对 瓷也不对 雍正时期没有那么庸俗做这种龙瓣 这种东西呢 其实是看起来表面看起来比较美 但是实际上很庸俗 不好这个成为真正的经典 另外呢就是在这种工艺的使用上 在雍正时期还没有这种亚道的工艺 这是乾隆时期才有的 那他把它提前了 再一个他的这个色彩 跟雍正时期根本就是无法相提并论画的 而且绘画差的也是十万八千里 雍正时期除了极个别的有六字款的之外 基本都是四字款的法郎彩 特别是所谓的真正的法郎彩 而一些号称为阳彩的才会使用 这个青花的款 而且是这个所谓阳彩的部分呢 是在景泽镇绘制的 而真正的法郎彩都是在宫廷造办处绘制的 那这个区别这个的问题呢 我日后希望再找一个机会 再给大家做一个更详细的介绍 我们就是说要警惕这些东西呢 还是一个最关键 你要了解每一朝每一代的 它的这个瓷器的工艺 还有它的这个历史文化特征 而且呢 大家一定要多看真的东西 才不至于说这个所谓上当 大家看雍正的这个湖 在那个时期 卡郎彩的湖双面的都是有提湿的 但是这个防品只是一面 这个就是不符合雍正时期的这种定制 这是非常明显的错误的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的感谢大家收看 戴维话收藏这个节目 咱们下一个节目再见